戴著復古小學生帽子的長輩們 在激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扮演老師陪同下 煩惱還童Cosplay 重當小學生開心得不得了 由於在七堵區六堵裡 有一群銀髮長輩 從小就沒有過過兒童節 因此向激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反映想要過兒童節 一向非常關心長輩的楊秀玉 還因此專程到市區自費購買 以前小學生專用的學生帽 陪長輩們煩惱還童角色扮演 重當小學生 一起上課 鬥得長輩們哈哈大笑 那就是有鄉親跟我提到說 明天是兒童節 我們小時候都沒有過兒童節 我就突發心想說 兒童節 我說那這樣子好了 明天的兒童節 你們可以過一個煩惱還童節 我就突發心想 就跑到市區去買這個 那時候的345、050年代的 農業社會時期的這個兒童帽 那這到現場就隔天 就是兒童節當天 就做了這一段的這個橋段 小橋段就是讓他們過這個 回憶這個兒童時期的兒童節 因為他們那時候的那個年代 真的是農業社會 也沒有什麼錢可以過這個兒童節 那我想說 因為現在不是只有高齡化 現在隨著這個超高齡化 少子化 那我覺得說 我們這些長者 也要讓他們在 就是說退休之後 他們的生活都是開開心心 快快樂樂的 所以我就突然間想說 兒童節其實也可以說是 煩惱環童節讓他們就是開心的 在這個這一塊土地 在這個社群內能夠跟這些 就是退休後的這些長輩 一些好朋友一起過這個 他們想要的一些快樂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滿有意義的 那也希望說我們政府也可以提倡說 不見得一定是兒童節 兒童節可以把它改成是 煩惱環童節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楊秀玉認為 基隆市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不管是政府或是個人 都更需要用心關懷長輩的問題 畢竟每一個人有一天都會變老 因此幫長輩們過一個煩惱環童節 完成他們的心願 自己也非常開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